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1日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都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这是人民网的报道 大家看了 人民网 那么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了 中央电视台 还有新华社 新华社的报道 也谈到这次的重要会议 这个会议解决什么问题呢 要解决中小微期 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在合理支持 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这就等于透露什么呢 透露了银行现在陷入困境了 有很多企业需要资金 特别是那些中等的 小的还有微的企业 想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呢 银行拿不出钱来 甚至有的银行已经经济啊 这个瀕临这个破产的境地了 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这里边啊 空前的啊 过去没有过 也就是什么呢 允许地方政府要拿钱的 要出动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些资金啊 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些认购的可转换债券等方式 来干什么呢 来这个探索一个新的方式 所谓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解救这些银行啊 然后呢再让银行来帮助企业 你可以看出现在为什么 李克强召开会议讲到什么呢 维住稳住啊 经济基本盘 什么意思 稳住经济别崩盘的 你可以看出现在经济国内啊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 并非像中共官媒啊 宣称那么好啊 官媒总是这样嘛 都是掩盖这个矛盾啊 渲染夸张一些啊 这个做的算是还可以的事情啊 一分能讲成十分啊 这个五十分能讲成一百分啊 但是却掩盖啊 这个经济啊 出现漏洞 甚至经济有可能崩盘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你想习近平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啊 学毛泽东啊 包括这一次出台这港版的国安法 还有在国内啊 搞这个有这个选择性的 针对政敌的反腐败啊 你想反腐败运动 搞到今天为止 抓的人越来越多了 重点击地区包括内蒙古 这个河南啊 广东 这个河北等等啊 你想这些案件 在这个查处的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啊 因为你看内蒙古 抓这些贪官 有很多人都是什么 国企的老总 也就是这个自治区啊 这个国资委下属的超大型国营企业 那国营企业做生意 你不可不可能仅仅是和国营企业做 还要和民营企业 中等企业 小型企业 甚至 微企业 也就李克强在报告当中 讲到这些啊 中小微企业 所以现在他们需要金融 这服务支持 恰恰银行也没有钱 这说明什么 就说明习近平这些年来 搞这个基地斗争这套东西啊 搞得这个互相斗啊 这个老百姓呢 要警民冲突 这个官官 这个也冲突啊 这个官民也冲突 所以说 企业啊要想生存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再加上 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啊 这个 中断了经济啊 前一段时间都是隔离啊 都是保持距离啊 甚至有的就完全停产停工啊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 美国的企业撤资啊 包括其他一些外商 外商 纷纷从中国撤资啊 再加上这次 这个港版公安法 这一共 那香港那些企业 以前是通过香港 中转 出口的企业 那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 以这个珠江三角肉 为核心啊 甚至蔓延到内地 而一直东北 这些一些港上 受到了影响啊 你可以想象 目前这个经济 行驶的多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想各种办法 要什么呢 要允许地方政府 专项在支持 中小银行 补充资本金 首先就是让那些 这个地方政府 发这个地方债 因为毕竟中国老百姓 还是有一个习惯啊 就是有钱存在银行里 不舍得吃不舍穿啊 就为了以后的这个生活 都是这个 有了钱呢 要放在银行里面 所以说呢 他也要 就是允许地方政府 发债 发债 债债的利息高一点啊 肯定比银行 同期利息要高 搞一些优惠政策 那么拿到这笔钱之后 还要支持这个 这个企业 各种企业 但是呢 非常的麻烦什么呢 因为没有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啊 官员的权力 不受制约 你往往下罚这些资金啊 官员 下级领导 挪用 贪战 这个贪污受贿啊 这个大幸祈祷 所以说这里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这个问责的问题啊 还要排查这个风险啊 还要清产合资等等 不论做什么事情 时间都涉到什么 涉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励志的问题啊 也就是官吏的利 因为你任何政策 你要想落实 都要靠人去做 但人 他们根本 没有这个思想境界啊 习近平搞这道东西 完全是毛泽东事的 那种 就是道德说教啊 这种 榜样的力量 这种高压啊 这种这个 采取反腐败 有针对性的这种办法 恐吓官员啊 让他们 这个去做一些好的事情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说 正因为如此 也就是李克强和习近平 目前这个 执政方阵啊 治国理念 才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啊 所以说 异虎寻常的这一次啊 没有像以前那样 就是 李克强主持这个 国务院常务会啊 或者其他会 都在讲话当中啊 这个故意啊 这个 提习近平的名字 提习近平的理论啊 这个 明明心里不舒服 也要送上习近平 但这次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七月一号 新华社的电口当中啊 这次是 一二三四 四个字燃断啊 大概有那么一二百字 两三百字的一个报道当中 直字不提习近平 只是讲到什么呢 会议指出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做好六文六保 等等等等啊 你比对一下前几天 这个李克强的报告 李克强的讲话 李克强的会议 那肯定要提习近平 甚至有的时候 一段话两次就提习近平 这次没有提 这说明两点 第一点 习近平的确是现在 在中国经济这个发展方面啊 起到了一个负面作用啊 李克强总在这个 补这个漏洞啊 也在补这个短板 但是更不上了 习近平搞的一带一路啊 搞的这个什么 海上四手四路 又搞的什么这种 这个大国的什么战役啊 到处撒钱啊 挥霍公款啊 搞的是鸡肥狗跳的啊 捉紧见肘啊 起到反作用了 那李克强肯定啊 作为国务院总理是当家人啊 当家人才是采米贵啊 没有办法 每天都在这个 这个都在这个啊 这个帮助他开屁股啊 另一方面又非常生气 生气怎么办 委婉地表达出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 就是在讲话当中 不提习近平啊 只提自己的工作啊 那当然 今天这个报道当中啊 其中也讲到了 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 国家高新区 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些 等等的一些问题 但最主要我认为 还是啊 值得我们研究 关注的看点 一个是 暴露了银行系统的 这个问题啊 漏洞的问题啊 另外就是 他和习近平之间这个关系啊 这个微妙的变化 本人认为啊 中国要想改变呢 当然要终结一党执政啊 但是呢 有些事情啊 就并非那么简单 能够如愿啊 因为习近平现在掌控的是军队 张又霞是他的铁哥们 他的父亲 张仲勋 和这个习中勋 两个就是关系不错 那他肯定支持 目前看还是支持习近平 另外攻坚法师控制在 基本上也控制习近平手里 特别是抓捕了这个孙力军之后 那公安部控制在就王小红手里 王小红是习近平的一个 自将新军的重要成员啊 此外 习近平还把唐一军安排到了这个 司法部当这个领导啊 取代了傅政华 说明他也控制了这个监狱 这个系统啊 此外呢 还有这个 这个习近平通过这个权力斗争啊 也正在逐步的 这个整肃这个沟通法院啊 让这个贺荣当了副书记 他就等于在窥视这个周强的位置 周强是共情团队 他肯定不满意啊 你再看检察院 当然现在还是张军了 我估计过一点时间 习近平都会逐步的换人啊 那么还有所谓的什么 平安中国的领导小组 那是唐一军是这个负责人啊 也就是说习近平控制了军队 又控制了攻减法司 所以说李克强也没有办法啊 至少短期内要想翻盘比较难啊 但是假如啊 这个李克强真能 这个取代习近平的话 我相信啊 肯定比习近平现在的政策好得多 这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完全是模仿毛泽东时代的基础那套东西啊 往左的方向倒转呢 再大幅的这个倒退啊 甚至有点给我感觉呢 像这个金正恩啊 看齐啊 那下一步如果经济上进一步困难啊 这个美国咄咄逼人啊 这个军事冲突有可能发生 中印边境也是不安平 不安静啊 香港问题又很麻烦 如果这些问题都云集起来 有可能逼迫这个浩大习工啊 这个习近平啊 就干脆就学习北韩了 可能对中国就要进行 这个全民的军事管制啊 到了那时候可能每一天都是军事戒严了啊 甚至走到什么 走到这个 这个供给制这个地步了啊 最后根本就没有什么 这个所谓的开放搞活这套东西都没有了 甚至私有私人财产啊 不仅是民营企业家 可能居民个人的财产 可能都要受到一些限制啊 这些东西都前景是非常暗淡啊 所以说2022年如果他继续持证的话啊 本人相信那前景这样子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今天这条消息引起我关注就是什么呢 似乎给我们一点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希望 就是说呢 李克强权力啊 有一点略微有些上升 如果李克强那个汪洋联手 还有胡春华 还有这个孙春兰啊 如果这些人能够联手的话 这个说不定啊 能够逼退这个 就习近平 如果那样的话 这是可以免于啊 这个和美国的进一步的下一步的冲突啊 因为一旦开战纵米军事冲突 就习近平这个领导能力根本 根本不可能领导军力打赢这场战争啊 那么开启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一级领导班子 最起码啊 他都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 同样是一党之政 但是或许可以恢复到 就是韬光养晦啊 邓小别这个时代啊 胡温那个时代啊 好在前几天这个温家宝有一个提示啊 这个活动啊 也表明是乎党内也有些啊 这个胡温的势力 这个同情同情本上述观念的一些 可能也有些党内有些人士啊 再加上一些这个协富起来的这个中产阶级啊 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家 说不定也认同这个理念啊 那样倒是一件比较庆幸 而且比较实际的一种这个想法呀 那么当然了啊 果然是这个保持清醒的讨论啊 希望就中共能够就尽快的走向这个灭亡啊 这个但愿美国呢 把这个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啊 这个能够仔细的设计一下啊 精致的这个磨划一下 这个早一点啊 能给中共施压啊 逼迫这个习近平放弃一党制政 特别是个人独裁啊 这才有利于中国人民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